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月2日的俄乌战报速递 因为这几天没有更新啊,所以打赏的名单有点长,希望大家能够耐心听完 在这里首先要感谢明月思故乡,格物铭心,细水长流,爱永不熄灭,奥推卖 敬天爱人,笑看风云,收获重生 不想让我改名成功吗?用户伟号0599,老杨杨宇,敏锐苹果,千语寻,刘老师,曲线 幸福达拉斯,终极世界,齐帮勇,快乐的艺术家 感谢以上网友在雷格没有更新的情况下,还持续给雷格的视频打赏 还要感谢过去所有给雷格频道打赏的小伙伴 感谢您对难民和雷格的大理支持 在这里雷格祝您事业顺利,心想事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好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俄乌军事冲突第190天,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首先是来自俄方的战损,数据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截止到当地时间9月1日,俄军共计损失 士兵48,350名,比昨天增加了450名 直升机205架,比昨天增加了1架 坦克1997辆,比昨天增加了23辆 步兵装甲车4345辆,比昨天增加了33辆 远程火炮1115门,比昨天增加了24门 防空系统153套,比昨天增加了1套 多广火箭发射车287辆,比昨天增加了2辆军用汽车 3239辆,比昨天增加了3辆 无人机852架,比昨天增加了2架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乌方的战损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1日发布的作战简报显示 在尼古拉耶夫地区,每天有超过350名士兵战死 在一天之内,乌克兰军方损失了31辆坦克 22辆步兵装甲车,18辆军用汽车,8辆机枪皮卡车 俄军在赫尔松地区摧毁了一排M777榴弹炮 拦截了两枚AJM88反雷达导弹 俄军在哈尔科夫打死了超过50名乌军士兵 以上是双方的一个战损情况 那么接下来看看都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消息 本周四,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拉菲尔·格罗西对外宣布 尽管有报道称,扎布罗热仍然遭到炮击 但国际原子能代表团仍然按计划前往扎布罗热核电站 拉菲尔表示,虽然扎布罗热核电厂仍然处在大量的军事活动中 但该小组仍然坚持前往核电厂并会见电厂内的负责人 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就没有理由停下来 目前核电厂依然在遭受炮击 小组成员已经做好了准备前往核电厂 之前处于安全原因,联合国先遣小组无法行动 但乌克兰一直在努力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国际代表团安全进入核电厂 小组再次要求俄罗斯联邦停止挑衅行为 并觊觎国际原子能机构不受阻碍的进入到乌克兰核设施 再来看第二条消息 近日,德国武装部队监察长艾布格哈德·佐恩将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尽管在乌克兰进行了令人精疲力尽的战役 但俄罗斯地面部队仍然有可能开辟第二战区 佐恩将军强调 也许俄罗斯地面部队主要部分在乌克兰陷入困境 但即便如此,西方也不应该低估俄罗斯地面部队开辟第二战区的能力 在军事上,俄罗斯有能力在该地区继续作战 这对俄罗斯来说不算什么难事 从目前形势上来看,俄罗斯的进攻步伐有所放慢 但在大规模炮火的支持下,仍在继续推进 即便是有平民因此伤亡 事实上,俄罗斯拥有数量惊人的炮弹 有消息显示,俄罗斯军队每天要使用4到6万枚炮弹 其中一些已经过时,且精准度很差 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坏的原因 佐恩将军最后表示 就目前形势来看,俄罗斯无法在乌克兰后方形成威慑力 只能选择占领顿巴斯 再来看下一条消息 自今年2月24日俄乌全面开战后 很多西方国家纷纷以实际行动援助乌克兰 近日,瑞典外交部长林德向外宣布 已经正式同意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射手自行火炮 和RBS70协式防空导弹系统 据乌克兰军事网站报道 林德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撰文表示 瑞典已经向乌克兰部队赠送了价值5亿克朗的火炮弹药 这不是最后一批 国防物资管理局和武装部队正在评估 提供射手自行火炮和RBS防空导弹系统给乌克兰的可能性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上个月29日在瑞典访问了该国总理安德森 安德森当日宣布将支援乌克兰10亿克朗的援助计划 包括军事、经济、人道主义救援方面予以支持 预计该计划有一半经费用于军事防御 另一半会用于基础设施重建 购买其他商品等非军事用途 再来看第四条消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作战副部长奥列西克格罗莫夫 在周四的简报会上表示 俄罗斯军队已经收到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的命令 要求俄罗斯军队9月15日之前进入到顿涅兹克地区的行政边界 格罗莫夫强调 目前俄罗斯军队继续控制哈尔科夫、卢干斯克、顿涅兹克 扎布罗热、赫尔松、尼古拉耶夫等地区 并试图为恢复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因此 俄罗斯占领军将再次根据普京的命令调整行动计划 在9月15日前进入顿涅兹克地区的行政边界 格罗莫夫指出俄军继续将第三军团的编队和军事单位重新集结到被占领土地 这样做是为了加强其他部队的编组 并为在顿涅兹克作战地区恢复进攻做准备 最后 格罗莫夫表示 由于人员的重大损失 俄罗斯武装部队最高指挥部决定解散空降兵31个独立空降突击旅 和22个独立特殊用途旅 因为这些人员中只有20%的人存活下来 再来看最后一条消息 当地时间9月1日 芬兰国防部长安蒂·凯克宁对外宣布 芬兰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新一批的国防援助 安蒂表示 乌克兰的国防斗争仍在继续 仍然需要很大帮助 芬兰正在为乌克兰制定新的一揽子国防计划 这已经是芬兰向乌克兰提供的第8批军事援助 芬兰国防部长强调 出于安全原因 芬兰不便向外公布援助的装备和交付日期 本次援助的装备价值为830万欧元 自今年2月24日 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 波兰对乌克兰的国防援助总额 已经超过9230万欧元 以上就是关于双方的消息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双方的实时战报 俄乌军事冲突第190天 以下消息来自乌克兰国防部 在哈尔科夫方向 俄军炮兵对9个地区的乌军阵地进行了炮击 在斯拉维扬斯克方向 俄炮兵对7个地区的乌军阵地进行了炮击 俄空军在新迪米特里夫卡 波格罗迪士内地区进行了空袭 此外俄军地面部队在多利纳地区发起进攻 但遭乌军反击 俄军随后撤退 在克拉玛托尔斯克方向 俄炮兵对8个地区的乌军阵地进行了炮击 在巴赫木特方向 俄炮兵对11个地区的乌军阵地进行了炮击 此外俄军地面部队在维塞拉多利纳 索莱达尔、巴赫木斯克、扎伊采夫 四个方向的进攻均以失败告终 俄军随后撤退 在阿弗迪夫卡方向 俄炮兵对9个地区的乌军阵地进行了炮击 俄空军在维列米夫卡、内斯库什内 奥列克山德、罗布尔地区进行了空袭 此外俄军地面部队在 比尔沃马斯克、内维尔斯克、奥佩特尼 三个地区的进攻均遭遇乌军顽强抵抗 俄军随即撤退 在新帕夫里夫卡方向 俄炮兵对该地区的五个乌军阵地进行了炮击 俄空军在马林卡地区进行了空袭 此外俄军地面部队在沃迪亚内方向的进攻 以失败告终 俄军随后撤退 在扎布罗热地区 俄炮兵对四个地区的乌军阵地进行了炮击 在南部战区 俄军继续集中力量加强防守阵地 炮击了两军军事接触线 并阻止乌军继续向南推进 好了各位朋友 以上就是雷哥为您带来的所有的信息 看来这年龄是真的大了 一口气开车一千多公里 差点没给活活累死 回家休息了两天 终于是缓过劲来了 回家又遇上了一点小插曲 电脑不知道为什么给崩溃了 又买了一块硬盘 换上重新做了系统 现在是可以用了 谢谢大伙一直在关心 从现在开始一切进入正轨 每天进行更新 好了各位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喜欢雷哥的朋友 可以点赞关注加转发 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战场的实施战报 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 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拜拜 没有人听不见不见不见不散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润颗 可又不敢懦弱 抵着头 期待白昼 接受所有的嘲讽 向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走 明明的那道光会日过黑暗 踏破一些恐惧我能找到答案 哪怕有你这光就去散黑暗 勇气所有的孤单 不再孤单 不再孤单 哪怕有你这光就去散黑暗 有一万种的力量 添没孤单 不再孤单 也许是谁卖将军 我也会在你身上 又要谈刺身 也许是谁卖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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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